大家好,这一期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颗蟹爪蓝 我这颗蟹爪蓝是用火龙果嫁接的 现在长得非常的旺盛 大家看一下,这些芯叶片长得非常的多 大家看,这个地方上面长了母片芯芽出来 长得是非常的旺盛 这个蟹爪蓝能长得那么好 其实得益于用一种肥 这种肥就是豆饼 因为豆饼它是花生压榨出来的产物 它里面的蛋银甲元素非常的丰富 使用这个豆饼方法非常简单 直接把它撒入到这个盆的表面就可以了 不需要多,我们大概一个月给它放上一小抓就可以了 将它碾碎 最好用土壤把它覆盖一下 效果会更加的好 因为豆饼在土壤中分解之后 蛋银甲非常的丰富,又不烧根 因为这个是火龙果嫁接的 所以不会烂根 而且这种豆饼它也不会臭 所以在家庭使用也是非常适合 如果说大家没有这种豆饼的话 我们也可以给它多用一些高蛋甲肥 像我手上的这颗是空饰肥 三个月给它用一次 也能让卸爪栏新叶片长得多,长得壮 那么这就是我这一颗卸爪栏的一些施肥方法 好了,这一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谢谢